跟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部門的Edward 後續 最後Edward負責了 路上遇到的是陳昊森 這事也太好了吧 溫哲林蔣香甜沒有自在嫌棄 除了在戲劇上表現突出外 也參與了十丁節目錄製 這位大廈能唱內的新一代男神 陳昊森 來了合作Toyota Yaris年度劇作 自在的女子金華樂 開啟一段全新緣分 在劇中 溫哲林開車路上遇到的他 想不到成為了工作夥伴呢 這就是 傳說中命運的相遇嗎 哎呀 不管了啦 欸 眉毛歪了啦 等等 所以剛剛 他是在笑我的眉毛嗎 你的眉毛嗎 嘻嘻 都是Edward和我走歪的啦 人生 難免會走歪 不過總會有人提醒你 咦 溫哲林如偶像劇般的邂逅 以為他跟陳昊森的故事 就只有這樣嗎 不 聽說好男生視角 要知道結局 就像Toyota YouTube 這部劇 多吉的方式呈現 一定能觸動你的心 自帶女子一起加油 火出自己